大家好,我是周丽琴,今年34岁,毕业于英国海瑞瓦特大学,NBA 想求职于一份办公室行政经理或类似于后台知识管理的工作 希望工作地点在上海或周边地区或北京,谢谢大家 你好,欢迎周丽琴 本科毕业是哪年? 我是专科毕业 在99年 99年,然后就工作了 对,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内勤,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做了五年 做了五年,那就干到04年了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英国了?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是和我的先生一起去的英国 你是陪读,还是陪着去工作? 不,他是当地的华人 他是当地的华人 对 认识了 对 结婚了,就跟着他去了英国 那到了这个英国之后,怎么想到这个去海瑞瓦特这个? 其实当时我是想去直接找工作的,但是发觉到了英国以后,如果你没有当地的工作或学习经历的话,很难找到一份非常正式的工作 除非你是打那种麦当劳零工 但是我当时也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无奈之下我选择了再去读书 先去读书 拿到了这个MBA的学位了 对 该工作了 对,然后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的一家大型的连锁超市,然后是他的总部 刚进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 是电子销售系统的行政助理 然后做了大概到五个月的时候 然后老板破格升我为行政部门的主管 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对他这个系统和产品的了解,比员工,其他的员工,工作一到两年的员工都非常熟悉,比他们熟悉 所以正好当时,正好要我们的电子销售系统要更新升级,全部要换掉 然后我破格升了部门主管,然后做了这个项目经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回来是因为当时我和先生觉得我们俩应该有孩子想往国内发展 哪年的时候? 2009年底的时候 当时的大计划是我先回去 然后找到工作稳定了以后,他再回来 但是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就你回来之后找工作来吗? 找到了 找了?是份什么工作? 是一份非盈利的一份协会里的工作 也是做行政 做副秘书长 这个协会是在香港的 所有上海分公司的一切事务都是由我来统筹和负责 我明白了,其实还是偏行政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提出离婚 就是你回来了,找了份工作了 他人没回来,还在英国呢 对,然后他决定不回来了 他决定不回来了 对 他是已经有了对象了 导火线是因为这,但是我相信之前肯定我自己在这个九年的感情生活里也不是做得特别好 你们现在离了吗? 在离中间 在离中 在离中 就是肯定复合不了了 肯定复合不了了 所以,好,那行,既然复合不了了,咱就把它翻过去 好 就当那个男的 不存在 刚才聊对事嘛 现在咱们是不立即出来找工作就好了 是吧 回到国内 现在要找的一份工作仍然是偏行政的 偏行政管理 偏行政管理的 你心里面对薪金是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不对 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要求 多少 不能低于多少 其实我来之前问过自己 我个人希望是可以有到税后八千 但自己如果最低的话 希望能够达到年薪十万以上 年薪十万以上,税后八千 好,小刚问一个问题 你一直特别明确说自己要做一个后台的工作 为什么 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特别适合做这个 而且能够发挥 我自己那么多年从业经历下来 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稳定性比较强 然后比较可以信赖 当老板交给我工作的时候 我如果只要我答应的话 我会尽力去完成它 另外 进入工作状态特别快 我会第一考虑到的是老板需要什么 我会去把这个给做到 但是呢 为什么我不适合做目前的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应变能力还不够 然后原则性非常强 同时也是说明我的变通能力还不够 好 周立琴的状况是这样的 因为本身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本身又是一个挺 你是一个挺实事求是的人 他有他成熟的自信 对 他会把自己的问题都先坦言在大家面前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也叫低起点理论嘛 对不对 来 各位 先不着急继续提问和评论了 第一印象来做出你们的判断 周立琴 逝去适留 选择 来 天生为 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做行政管理的工作 现在的工作经验都不是在国内 国内的情况现在估计不太了解 你有没有预计过 比如说你在国内做行政管理 你认为你会碰到最大的障碍 或者你很难掌控的一种状态是什么 我先解释一下 我最后一份工作 其实就在上海分公司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国内的经验 然后其实我在中间也遇到过一些问题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 当然在座的不要介意 我说的是 特别是8090后的有些孩子 和我们的想法会有一些不一样 在他和他们在交流沟通的时候 我特别愿意去听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的想法会给你 注入很多你自己新的一些想法以后 带给你一些新的idea 或者怎么样一些东西 但同时 他们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 他们会带给我一定的压力 丽琴 我想问一下 你算好玩的人吗 如果分 我是工作和生活中 特别分的特别开的人 工作中我就是一个特别严谨 特别追求细节的人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马大汗的人 就是在工作中 你是不太讲人情啊 通融啊 然后 看 如果是工作中 不需要讲人情的时候 我必然不会去讲人情和通融这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承认 自己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 你能举个例子吗 对 举个例子 来说明自己的不通融 好不好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顺便也可以把我的管理能力 什么一起可以放进去 好好好 我记得有一次 在英国 有我们的电经理 那个超市电经理打电话给我 他们说他们送货送错了 但是找不到老板 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决定 因为我知道老板在哪里 但是老板不让我告诉他们在哪里 是这么一个决定 然后我当时送错货的时候 我就第一 我打电话给电经理去了解 这个货的送货率 还有他的卖的周期率 了解了以后 我打电话就告诉他们说 把这个货卸二分之一下来 另外二分之一退回去 先因为那个货已经在货架上没有了 你必须要把它放到货架上卖 虽然他没有原来的产品是替代品 但是总比没有的好 所以我放了二分之一的产品去卖 第二步我是打电话给供应商 打给供应商以后 我告诉他们他们发错货了 必须在三天之内送到 另外这个二分之一的货 我说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 你们必须全部都 搬走 然后当时他们也不愿意 不愿意的时候 给到我一个折扣 就是非常低的折扣 把这二分之一的货让我们拿下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我给他们当时那个店里面 做了一个促销 做了一个促销 就是把这个货比原来卖的好 而且还把原来的 就是那个新的替代品的产品 也一起带动起来 所有的这些决定都是你做的 当时都是我做的 因为其实这个决定是 如果做不好 所有的责任都是由我来担的 因为店经理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当时他来问我 好 明白了 之前说的那些破格提升 跟这有关系吗 这个是我提升以后的决定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因为你的气质很好 落落大方 而且刚才举例中呢 应变能力也很强 所以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做总裁助理 我们恰巧也有这样的职位 我就是想问一下 在你的理解中 你在国内如果做总裁助理的话 你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在某些方面来说 其实总裁助理和管家的 他的需要的职能是差不多 首先他的组织能力 他的计划能力 时间安排能力 包括他所有的统筹安排能力 都需要具备 然后还有协调和沟通能力 好 来吧 现在到了 因为只有一位离开 现在就到了我们11位选择的时候了 我想能再补充一点吗 我在来之前因为今天有很多新的企业 我在之前的时候 我把以前因为我花了两周的时间 把所有的非尼莫数全都看了一遍 然后把很多老板的特点 都自己总结了一下 比如说我觉得沐言沐总 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 然后特别开得起玩笑 但是同心过重的一个老总 同心过重 同心过重就是不靠谱 比较容易一人设稿 是 石小燕小姐 我觉得石总她是真的就是嘴意心软的 对 干了好事不当好人 我早就说过 但是她可能在工作中的话 会有一点委屈 但是我觉得内心会非常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和石总 如果一起工作的话 会受到很多照顾 小燕 终于来了一个懂你的吧 谢谢 她说得很对 说得非常 然后我觉得杜总是特别是内敛 成熟稳重的 但是对其实岗位的要求特别高 虽然我很喜欢你的企业 但是我发觉其实你只招过两个岗位 一个是课程销售 课程销售 还有一个是培训师 但这两个职位似乎都不太适合我 好 很遗憾 来 姚静波 我觉得姚总是特别感性 对 然后 常年在那个座位上睡觉 在那个 他默默不语其实是表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 然后通常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 会特别容易感动 比如说像有一场里面的 李明晓那个优秀硕士毕业生 一下子给到十万年薪 当时我就会觉得有些质疑 好的 就是是一个容易被刺激的 容易被刺激 然后容易被外界干扰 干扰 然后我觉得姻总 姻峰小姐 姻总是特别温婉 然后是内心也非常强大 温柔善良的一个 然后我特别像你一样 然后是待人处事 能够像到做到你这样 能够非常忍惊沉着 好 来 罗马 刘贵甫 一针见血 但我其实挺怕她的 好 你就不用评价我了 都会沟通 我跟你说 我要通过周立琴说一句话 谁说 我不喜欢 从外国回来的女的呢 来吧 十一位二次选择 小川为什么离开了 其实我这个一开始来是说 这个MBA国外背景 我并不是特别觉得感觉良好 但在沟通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但我实在是发现 我没有这么一个岗位 想了很半天 是把创造一个岗位出来 好好好 不要创造岗位 不要创造岗位 再多的喜欢 个人喜欢怎么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创造岗位 来 童心 因为我也是特别喜欢 你觉得特别职业 但是呢 你刚才那句话提醒我的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有创造岗位的嫌疑 所以我觉得还是灭灯比较好 当被人说了童心泛滥之后 如果还没有点自省的话 还是人吗 来 现在有三四五六七位留了下来 听一听七家企业给设置的岗位 我们公司呢 是一家传媒公司 以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为主 提供的岗位就是总裁助理这个职位 好 华夏视听环球传媒的总裁助理 小燕 一例顿一 那我们其实特别缺一位 理性的 人事 人 人资行政经理 因为我现在有总监了 所以他的职位可以是副总监 也可以是经理 好的 第三位 蔡小光 是七夕公主 内衣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总裁助理 就应该是我的助理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 在我身边工作的压力非常大 来 五八同城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我们行政部的这个经理 你方面有总监的 咖啡之一 我特别欣赏感情做人 理性做事的人 我觉得未来你可以做到总裁助理 但是现在我会提供给你的机会是 行政总监助理 我希望从这个角色你能更快的了解这个行业 未来在非常稳健的在这个行业上发展 好 行政 你原来的工作也跟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行政总监助理 接下来 鸾小静是女刊 受美人 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 也是总裁特别助理这样的一个职位 工作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成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总部在成都 不知道你会 你可以不说接受不接受 不接受咱上去就灭他 好 来 职位有品 是这样 我提供的不是总裁助理 因为陈欧已经有助理了 但陈欧最近为什么没来 把自己扔仓库里了 物流老出问题 他在这里解决物流问题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灰头土脸的 然后为什么物流会出问题呢 因为发展太快了 现在呢 你做过以前的超市和货架 我们的一个合伙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但事物过于细碎 你做过超市很明白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伙人的一个督导 或者一个助理 如果单独称这个职位叫督导 也可以称为合伙人助理 是专门管理我们的 在全国的三个仓库和物流配送 好 他这个职位是一个偏向于仓库 协调的这么一份职位 其他的全都是助理职位 李琴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五盏灯 所以邵刚 他难道不是一个极端理性的人吗 他是一个极端理性的人 我什么时候说他不理性了 因为人家很理性 所以人家做出来很理性的判断 你急什么呀 那不第一个就把你灭了吗 我跟你说 当有的企业第一个被灭了之后 还提出他难道不理性吗 这样的问题 就是没事找抽行 两家企业留了下来 分别是华夏视听环球传媒和五八同城 谈钱不伤感 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总裁助理 所以但是考虑到你在国外这个工作的背景 我们基本工资在八千 是税前的 税前的 然后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姚总您这边的薪资待遇是 五八同城是一个 在全国有几千个员工的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对行政工作也是非常重视 我们提供的这个薪资也是八千 试用期的时候八千 还是试用后也是八千 试用期就八千 因为像你这么长的经验 我们不会再去做什么变化 现在可以选择了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华夏视听 还是五八同城 还是选择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华夏同城